对完奖来看金钟奖今天公布入围名单 我可能不会爱你入围男女主角等八项大奖 堪称是戏剧节目类的最大赢家 而已经辞去猪哥会社主持棒的猪哥亮 入围综艺节目主持人奖要杠上桃子 很有喜感的艺人林美秀也入围了最佳女配角 从去年最佳女配角朱欣怡口中得知知己 入围金钟奖最佳女配角奖 林美秀简直不敢相信 直呼真的是太幸运了 我以为我只是来宣布而已 结果没想到其实还蛮意外的 那心情上当然是很好 谢谢评审的肯定 第47届电视金钟奖公布入围名单 偶像剧里深情款款的陈柏林 在全台掀起大人歌风潮 她凭着这部戏入围戏剧类最佳男主角奖 要和杨又宁龙少华等人角逐影帝宝座 曾在2008年以二作剧二文拿下影后的林怡辰 今年以我可能不爱你中独立的陈又卿 再度入围戏剧类最佳女主角奖 将和六月李康怡李千娜等人竞争影后头衔 综艺节目类方面 诸葛会社超级魔王大道 超级夜总会等都入围最佳综艺节目奖 综艺节目主持人奖方面 有陶金银 哈林 欧汉生 莎莎 诸葛亮等 老中青三代互别苗头 先前网友呼声最高的时尚玩家 全民最大党 和创下7.33高收视率的小资女孩 意外的全部杠估 金钟奖将在10月26号举办颁奖典礼 到时候奖落谁家 各界都相当期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